169 澳門政府新聞中文版 《青年創業枯化中心服務及輔助措施》講解回 2015年7月17日青年創業乃促進澳門經濟走向多元化的新動力 特區政府一向十分重視開展青年創業的相關活動 致力推出更完善的配套措施 協助青年創業夢想順利啟航 剛成立的青年創業枯化中心正堅負重任 於是並進地為澳門青年提供多方位的創業服務與支援 扶持青年企業絕狀成長 為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注入新能量 有見及此,青年創業枯化中心於本月17日舉行了講解回 會想介紹了中心成立以來的運作情況 枯化中心自6月18日成立至7月16日 共接收125宗親臨及電話查詢 主要行業涉及廣告、電子商務、手機程序開發 會計師部需服務、出入口貿易、餐飲業、室內設計、活動策劃、 同裝零售等當中100宗已完成所有跟進程序 此外,伏化中心接收了24份免費臨時辦公地點的申請 預計月內將會完成部分審批、 講解會由經濟局、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 以及生產力企科的轉移中心的代表心入介紹了 中心的具體服務內容及各項輔助措施 使創業青年能進一步了解如何選擇 涉及個人需要的服務和輔助措施 伏化中心提供的具體服務包括 免費臨時辦公地點、設立公司一站式服務、 創業培訓課程資訊、創業顧問輔導服務 與本號青年團體、專業團體和培訓機構的合作計劃等 另外,會想亦介紹了多項有助減輕創業資金壓力的輔助措施 如在創業初期可申請青年創業援助計劃解決部分資金壓力 發展兩年後的企業則可考慮利用中小企業援助計劃增加流動資金 舒緩中小企業在發展階段的營運成本壓力 有需要向銀行貸款融資的企業則可看情況 申請中小企業信用保證計劃獲取政府擔保、提高融資能力 並且透過企業融資貸款利息補貼獲得最長四年的四離貸款利息補貼 呼化中心亦提供上述輔助措施的諮詢服務 協助申請者填寫相關表格以及接收申請 青年團體的代表及公眾合共100多人出席了本次講解會 會想各代表通過答問環節與出席人士進行了溝通交流 對青年關心的創業支援問題作料詳細介紹及清晰講解 如欲了解更多服務及輔助措施資訊 可致電青年創業呼化中心熱線查詢 電話87989680777989614或瀏覽經濟局網頁的青年創業呼化中心專區 H.T.T.P. 母號相斜線 www.economia.gov.mo